本集课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把我们之前做的这个小动画渲染成一针一针的图像序列 然后在Blender里面合成一个MP4的视频 我们会讲到用EV和Cycles应该怎么设置 那我们开始上课吧 好我们打开我们做好的这个文件 你可以先播放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之后我们开始渲染 好渲染之前我们先检查一下我们的输出属性 输出属性主要检查这几个地方 一个是你的分辨率 分辨率没有问题 1920×1080 16b9的一个比例 好接下来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帧率和帧范围24 480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给你指定一个我们要输出放的地方 你可以在这边新建一个空的文件夹 然后命一个名字 好你可以点进去 你可以在这边指定一个名称 比如说test或者你什么不写也可以 他会自动给你按数字命名 好我们点接受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输出格式 Blender在这里给你提供了多种的输出格式 我建议你选择PNG或者GPG最好不要选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你按图像渲染的话 就是一针一针的渲染出来 每一针都保存掉 这样的话 如果你中间卡顿或者你电脑崩溃的时候 你还可以通过上面这个针范围 从新开始渲染 就是从你断掉的那针开始渲染 就可以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好这里我们就选择PNG 颜色这边呢 如果你的图像里面是有那种透明属性的话 那你就选择RGBA A就属于那个透明通道 如果没有的话 你选择RGB也可以 我一般就还是RGBA 然后色深的是越大 就是颜色通道越多 也就越细致 这边我们一般选择8就够了 因为我们的文件格式选择PNG呢 所以它下面给了你一个压缩 15%的一个选项 这个你不要改 因为PNG本身是一个无损的图像格式 如果你不去压缩的话 它的文件会非常大 15%呢 在经验上讲 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压缩比例 你就保持现状就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EV的输出设置 应该注意哪些地方 首先第一个是采样 采样是多少呢 就看你自己了 你可以先渲染一针看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默认的渲染是64 你可以渲染一下 看看是什么样子 好渲染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slot换一个 我们现在用的slot3 你可以切换到slot1 我们再把这个采样率调高看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采样率呢 调大一点 调成128 就是让它翻倍 然后我们在F12看一下 一般采样率 我们会选择2的次方 这样会提高你的计算机效率 好 出来了 你可以比一下slot3和slot1的区别 你看到没有 当你的采样 在EV想采样率变高的时候 就没有这种托尾 就是这种比较圆的圆点 所以就在EV里面 你有这种运动模糊的话 你选择这种高的采样率的话 还是有帮助的 其他的画质方面没有任何区别 看不出来 所以一般我还是选择64 咱们这个场景其实64 基本上就够了 环境光遮蔽是必够的 它会增加你很多阴影和反射的这种细节 咱们这个场景影响不大 以后有这种写实的场景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接下来是灰光 灰光我也是必够选的 因为咱们这边有那种发光体 如果你没有灰光的话 就看起来就一点灰光都没有很假 灰光里面有两个设置比较重要 一个是半径 这个半径 半径越大 你这个灰光的范围就会越广阔 我们还是调回3 好 另外一个是预值 预值什么意思 你把它开到10看一下 它相当于一个门槛 就是你把它开到越大的话 就只有发光的物体 它才会有灰光 如果你开到0的话 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乌蒙蒙的 所以这个值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图片 全部乌蒙蒙的话 你把这个预值稍微设大一点 我们这边设个2 好 这个是灰光 紧身其实不需要你改什么 刺表面三色的也不需要你改什么 然后屏幕空间反射 因为咱们这个场景里面没有什么空间反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不用勾选 好 运动模糊 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勾选之后会有一种光运的虚化 好 其他的其实不需要改什么 讲一下阴影 阴影的尺寸 就代表你阴影的分辨率 当然是越小越快了 但是也会让你的阴影看起来比较硬 就是边缘比较硬 没有那么圆滑 这边我们选512就够了 比较重要就是柔和阴影 就是你不勾选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阴影确实比较硬 也比较黑 所以你的场面也会比较黑 但柔和阴影比较容易 让你观察你的影子的质量 比如说你看咱们这个阴影 其实是有锯齿的 我们把这个尺寸调大一点 调到4096 你看它就圆滑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影子的分辨率 我们选择 我把12就可以了 柔和阴影打开 好 EV的设置就这么多 其实重要的重点 就是那几个 就是环机光 遮蔽要勾 灰光要勾 其实理论上一般的屏幕 空间反射都会勾上 然后运动模糊 看情况 然后阴影的话 你会再给它选一个 比较合适的一个分辨率 就可以了 其他的基本上保持现状就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Cycles该怎么设置 Cycles会慢很多 但是也是有加速技巧的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采样率 首先第一个 你要用CPU渲染 不要用GPU 你可以到咱们这个偏好设置里面 找到你的系统 如果你是英伟达的显卡的话 你在这边找到你的Cuda和OptiX 这个OptiX 你只要勾选你的GPU就好了 不要勾选你的CPU 不要两个都勾选 我在电脑的显卡 还是1080Ti已经很老了 一些基本的教学和动画是够了 但是你如果大场景的话 完全就不行 如果你的显卡是AMD的话 就是HIP 如果是英特尔的话 就是One API 英特尔才加入这个显卡圈不久 咱们这个Blender已经支持了 然后你这个Cycles设备 也要选择GPU Cycles不需要你打开这个 打开NAT 你唯一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渲染采样 我们现在是256 你可以F12渲染看一下 我这边加速度 实际上我渲染了大概一分半 好渲染好之后 我们给它换一个slot 我们把咱们的采样率降低一点 然后我们再渲染看一下 好 我们把它这个采样率改到32 下面这个降噪一定要够 好 我们渲染看一下 这32的采样率会快很多 好 结果这个我们用了18秒 差不多差了五六倍吧 但是你比一下slot1跟slot2有区别吗 如果没有区别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如果你要加速时间的话 你就完全可以选择32 对吧 好 其他的cycle 其他东西你都不需要怎么改 我还是改回EV 我这个作品 我想用EV来渲染 好 再说一个题拜话 除了咱们那个渲染器里面 阴影设置 每个灯光 其实还有单独的阴影设置在EV里面 我们选择一盏灯 比如说这个fire 这个火光 你点击它这个灯光属性 然后这边有个阴影 这边会多一个叫接触阴影的选项 你把它勾选看一下 好 这边看不出来 我们把它取消 我们把它拉近看一下 它会增加一些你接触的时候的阴影细节 比如说你看这一根根毛 这个接触时候的阴影 都会帮你计算出来 因为我们这个场景 其实不需要那么细节 所以这个我也不够了 其他东西就不需要这么改了 然后我们到这个输出设置里面 我建议大家输出之前 你先把这个百分比改成30% 你先输出一个小的 然后自己检查一下 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之后 你再输出一个百分之百的 好 怎么渲染动画呢 你可以点击这个渲染 然后选择渲染动画 或者你直接用快捷键 Ctrl加12 也可以直接渲染动画了 30%这个图像会很小 但是它会渲染很快 你可以打开你的那个目标文件夹 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张一张的 往你这个目标文件夹里面去存 你刚才起的那个test的名字呢 它会往后面加001002这样的一个序号 一共会渲染480帧 你可以随便点开一张图看看 如果你中间突然断掉了 或者说你电脑崩溃了 你还可以接着你断掉了那一针 继续往下渲染 好 所有图像都渲染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pr after effect 或者你直接用blender 都可以合成一个mp4的视频 我这边来演示一下 怎么用blender来输出一个mp4视频 好 我们打开一个新的blender文件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 添加一个新的窗口 叫视频编辑 好 点击视频编辑 好 它会给你开个这样的一个窗口 你当然从之前的原文件也可以的 但是我不建议 我建议你开个新的 然后点击这个添加 然后选择图像序列 然后找到你当时存放 那个图像序列的一个地方 我是放在这里的 然后你选择第一张图 好 理论上它只有按照这个 时间顺序改变 如果你不是按照你去到方的话 你记得把这个顺序改成 拍的顺序按照名称就好了 好 我们选择一个图片 然后A全选所有的图片 然后再添加图像片段 好 你这个图像序列呢 就自动更新到你这个 时间轴上面去了 你可以播放看一下 你可以滑动手标滚轮来预览 它这个 这个视频编辑器的这个空间 灰色的部分就是你显示的部分 这个帧数呢 就是这个帧数明显是少的 你可以到这个格式里面 这边我们选择24帧 然后这个结束点呢 我们选择我们之前的480帧 好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这个卡锁跟结尾 是不是顶头顶尾 对 这个第一帧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 好 你播放一遍看了没有问题之后呢 你可以到这边来设置你的输出了 文件格式呢 我们就不能再选择图像格式了 我们要选择一个FF视频 这个编码要改一下 我们要改上MP4的格式 MP4 好 这个色彩管理不需要改什么的 我们要改下面的这个品质 好 这边有一个视频编码 我们选择H264 然后这个品质呢 我们选择高品质 好 其他的东西呢 我们就保持默认就好了 最后呢 这个音频 因为我们没有音频嘛 所以我们就选择无音频就好了 最后我们选择一个保存的一个地址 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把咱们的视频保存在里面 好 随便给它命一个名字吧 Video 然后这边你可以不用加序号 因为你可以添加这个 加1 减1 可以自动添加序号 好 我们点击接受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渲染动画了 我们可以点击这边的渲染 然后渲染动画 或者你直接用快捷键 Ctrl12 也可以渲染动画 好 这边我加个速 其实它渲染也是很快的 好 这个弄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配上一点音乐 然后你可以下到你自己的社交媒体 或者朋友圈 我在任何一个社交媒体 就叫Curttips 大家可以at我 让我看一下 好 最后说一个题外话 就是你在这边渲染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 比如说你这边还有其他的项目 你这边改了一些项目 你下Fshare渲染看一下 我在这边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加了一个球 然后我要渲染预览看一下 Fshare看一下 你会发现 怎么老是不变呢 或者说老是喜欢显示这个呢 对 你比如说像这样 Fshare还是这个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你就要把这个给删掉 删掉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在Fshare渲染看一下就可以了 就有的时候你改了东西 然后发现Fshare里面怎么就显示不出来 就跟这个有关 最后你可以通过像PR 或者简映 去添加一些你想要的音效 或者音乐 就看你自己了 我用的这个音效呢 我会放到咱们附件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去用 好 这道课我终于快做完了 这道课做了 前后做了大半年 光录课就录了三个多月 如果你感到有收获的话 直接给我三连 好 我们节课顺利 完结洒花 好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